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秘能 我是金水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 金水在办香港的储蓄卡的时候 碰到的那些坑 上一个视频跟大家说了一下 如何在香港开一张属于自己的储蓄卡 视频播出之后 其实很多小伙伴有很多疑问 还有一些小伙伴说 金水的视频里面有一个硬伤 这个硬伤是他们接受不了的 很多小伙伴都提出来了 金水在这更正一下 中国人民银行其实是一个职能机构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银行 它是发行货币的 所以说在这金水首先纠正这个问题 但是在这金水也要解释一下 在上一个视频里 我只是一些表现 中国四大银行在香港 它是有自己的分行的 仅此而已 如果有表达错误的地方 还希望大家多多担待 在这我也极力的更正 还有小伙伴给我留言 就是问我PayPal能不能收款 在这我也跟小伙伴说一下 其实我试过PayPal 但是PayPal是不可以收款的 而且PayPal转账的手续费是非常之高的 它即便是给自己的银行卡转账 那也需要每笔大概35美金左右 它不管你转多少钱 它一次就收35美金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大概是这个金额 放的是35还是40 反正是大概这么一个范围 而且它其实不是一个银行账号 它只是一个虚拟的电子钱包 它更像是中国的支付宝 所以说它其实是不支持海外收款的 而且在YouTube的一个后台里面 是不允许选择它进行收款的 如果大家想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可以去看我这一期的视频 在Adsense收款的里面 是有一些选项的 在这里面 它只能选择电汇和系列汇款这两种 所以说PayPal是不可以的 还有小伙伴论我说 派助赏可不可以用 至于派助赏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它是一个虚拟的 它是一个虚拟的银行卡 那虽然说它会也有发实体卡 这个账号是不足以让你去收款的 我曾经也有问过 但是没有尝试过 如果有小伙伴尝试成功的话 也可以给我留言 那这样的话 我也可以把它安利给其他的小伙伴 再还有很多小伙伴就问我 就是像香港的这些银行 到底哪些银行的政策会比较好 哪些银行比较好开呢 其实经过金水开这张卡 也跑了很多趟 虽然说我问过的银行不是那么多 但是也有四五家了 这四五家银行 其实每一个的政策都差不多 需要的内容也就是那几样 但是他们开户的要求 可能各不相同 其中最好开可能就是这么两个 一个是香港的永龙银行 只要你人去了 拿着你的身份证和边境证就可以了 最终需要什么其他的证明 或者是文件 取决于你开什么样的卡 由于金水没有开永龙的卡 那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那这个网友是这么告诉我的 如果你想看储蓄的卡的话 其实呢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你想开相关理财的卡呢 那可能稍微麻烦一点 可能会需要你的地址证明 还有包括工作证明等等等等 那这次呢 金水主要是开的什么卡呢 就是这个 大家能不能看清 就是这张卡 就是这个小东西呢 费了金水九女二虎之力 那这个卡的样子呢 其实也非常普通 我在这呢 就不跟大家再显摸了 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卡呢 跟头往实的算是开下来了 在这呢 有一些经验 也有一些小的想法 跟大家好好地聊一聊 开这张卡呢 其实不算特别复杂 但是呢 也算是一波三折了 因为我确实去了三趟还不止 那第一次去呢 就是走访了很多家银行 那这家银行要什么要求 那家银行要什么要求 我基本上能打听到的 我都打听了一下 那实在打听不到的 要么是人家太忙 要么是根本看不上 我们这种小的散户 那这种呢 就干脆也就放到一边了 最终呢 金水锁定的是三家银行 第一家银行呢 就是中国银行 香港分行 另外一家呢 就是永龙银行 第三家银行呢 就是我现在办的这个渣打银行 为什么没有办中国银行呢 其实中国银行最近呢 对这个要求是比较高的 要了我很多资料 而且这些资料呢 是我在一段时间内提供不出来的 所以说我就暂时作罢了 而且呢 由于大家都知道 最近香港和大陆的关系相对比较僵 所以说很多的中资银行呢 都不再会给内地的人去开这个账户 除非你有大笔的资金啊 可能会好一些 那另外呢 永龙银行呢 其实由于我预约的那天呢 这个经理突然有事不在 所以说呢 我就没有去成绩永龙银行 到最后呢 这个渣打银行 我觉得还是很有缘分的 去了几次之后呢 这个客户经理的小哥呢 也算是人比较好 那也给我说了很多事 也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所以说最终决定呢 还是在渣打银行办 但是在渣打银行办的时候 有一个小问题呢 就是渣打银行一定会让你存最少一万块钱 如果你不存这一万块钱的话 他每个月啊 他每个季度会扣160块钱 还是180块钱 这个我记不清了 但是中间呢 可能会遇到一些小问题 那在这呢 也要跟大家说一下 由于大家都知道 最近可能大陆和香港的关系呢 不是很融洽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在最近呢 如果你想去香港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 有一些他们游行的地方呢 你千万千万不要去 因为随时有可能爆发一些 不可预知的事情 那这样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麻烦 就在前两天 我儿子一个同学的妈妈 就被困在云浪 因为那个地方呢 就是地铁基本上就已经瘫痪了 然后他回不来 然后很痛苦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那天在去香港 去办卡的同时呢 那天我也不知道是哪个 金不对劲了 因为可能是由于图快了 我是从福田站 坐到了西九龙站 从西九龙站一出来的时候 碰见了海关在林间 这个时候呢 我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所有穿黑色衣服的 所有穿黑色衣服的男生 都被叫到了一边 那当时呢 我就心头一紧 我是坏了 这个今天穿错衣服了 所以说在这呢 要告诉小伙伴一点的 就是如果最近 你想去香港的话 注意两种颜色的衣服呢 你一定不要穿 那一个呢 就是黑色的衣服 如果你从大陆 去香港的话 你千万千万记得 最好不要穿黑色的衣服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从香港回来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穿白色的衣服 那在这一点 为什么呢 我就不用跟大家再解释了 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自己去网上查一下 我在网上看到了 这么一条聊天记录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其实看一看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穿黑衣服的是干嘛的 穿白衣服的是干嘛的 穿蓝衣服的是干嘛的 穿红衣服的是干嘛的 穿花衣服是干嘛的 这里其实你不用管它了 只要你不是穿黑衣服 和白衣服过去呢 我觉得可以 最起码可以避免 很大的一部分麻烦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在去银行 我在第二次去银行 从银行出来的时候呢 碰到了很多中介 那这个中介呢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就问我是不是开户不成功 那我就告诉他 确实是开户不成功 但是他说他有办法 可以开户成功 为什么我不知道 他说条件很简单 只需要三千五百块钱 人民币就可以了 好吧 我真的搞不懂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 其实就好像在很多年前 在北京验车一样 如果我自己去验 我改了灯 我改了轮毂 我改了一些外 我改了一些外形或者颜色 自己去验是肯定不会过的 但是如果你找一些中介 或者是黄牛 那北京话讲叫拼缝呢 你找这帮人去呢 同样的条件下 他就能过 那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呢 可能就是在某种范围里面 是有利益在里面的 那香港的这几个银行呢 我觉得也是同样的情况 那在如果你特别着急 去开这个卡的时候呢 也许会碰到这样 那样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 中间人就出现了 就是所谓的这部分中介 或者是黄牛 那我也问过其他的朋友呢 他们也有认识一些 有这样能力的人 那我经过这些朋友的介绍呢 也了解到这些中介 也是非常非常有办法和手段的 他可以让你不存一分钱 就可以到那开到你 像金水一样开的这个 要存一万港币的这个户口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就是他们说可以搬到 我就暂且信了 那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外地的朋友 如果你真的很着急办这个卡的话 也许你可以找一找这样的人 那虽然说金水在这不推荐呢 但是呢 这不妨是一种方法 那如果你特别着急的话呢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 相对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上一期视频里 得到金水给大家说过 我在大陆收款的那个银行呢 光纳银行之前给我打电话 又是写邮件 让我给他发了一些 AdSense的截图 就是所谓的我的这个 钱的收款的收据 就是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我要证明它的合法性 在我发过去邮件之后呢 又隔了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 然后他们的客户 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他说你之前的那些内容呢 基本上是OK的 这个时候呢 有点喜出望外 但是呢 他说可能还要再补充一些内容 就是说如果你可不可以 写邮件给谷歌 问问他们有没有一些协议 或者是一些合同 那如果他们说 可以提供这些内容的话 给到银行 那我就可以正常顺利的收款了 那如果不成功的话 你也可以把他们的 你也可以把你们的往来的邮件 给到他 这样的话呢 也是OK的 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我要证明我的这个 这几笔资金的来由是合法的 这样呢 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我也会按照他们说的方法 给谷歌写一封邮件 那这封邮件会表示我的态度 就是我 我们我会问他 我们会不会有一些这样的协议 或者是条款 那如果有的话呢 我会把这些内容截图 发给银行 那如果银行同意的话呢 我其实是可以接下来 继续在光达银行收款的 而且光达银行也问过我 就说你的这个资金量 大概是多少 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平均一会月呢 是在两千块钱左右 那将来可能会有增加 但是他说像这种资金的量的话 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所以说在这呢 是一个小经济 那如果将来 我这个事办成了之后呢 我同样可以把这个事告诉大家 其实对大陆的广大YouTuber来说呢 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好事 如果我们可以持续的在大陆收款 其实相当于是为国家做贡献 你说是不是啊 最最起码是给你创作外汇嘛 好了那基本上 今天的内容呢 就大概是这样 然后大家注意几件事 最后总结一下 最近去香港 注意不要穿黑色和白色的衣服 另外一个呢 如果你要实际上去香港的话 其实我推荐的是一个永龙银行和渣打银行 这两个银行 第三个呢 就是你在去办卡的时候呢 你可以说我是想开股票账户 或者呢 我是想开理财账户呢 这样的话呢 你的通货率会比较高 再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想真的是办一张卡的话呢 你倒可以 倒不妨去带一些现金 有两个用途 第一个用途呢 就是你这笔钱可以存到卡里面 这样的话不会让你的账户产生管理费 再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非常着急开这个卡 而且可能还需要等很长时间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去通过一些朋友 通过一些渠道 去找这所谓的中介 中介是完全可以让你想办法 很快速的开到这张卡的 接下来呢 我会把我的收款账户呢 移到我这个香港的银行 其实在我的上一期视频里面 也有小伙伴留言 就说如果你想在香港收款 你即便是有一张银行卡 也不见得能办到 最起码你有一个收邮件的地址 那其实这个对我来说呢 也是相当比较简单的 因为其实有很多朋友 还有之前的单位也在那 只要把这封信呢 寄到单位 我拿到了就是OK的了 那接下来呢 我这个事到底能不能办成呢 也请大家拭目以待 如果这个是OK的话 我觉得最起码也是给大家 另外一条出路 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呢 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呢 那就请你评论订阅点赞 转发投币弹幕一条龙 YouTube小伙伴呢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因为它会在第一时间 把我最新的内容推送给你 无论怎样 您的关注都是我继续努力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 金水神运动 我直接水 咱们 再见